我們今集食通街有新的客席主持 介紹一下就是Samantha Hello 大家好 我本身對文化很有興趣 美食也是一個文化 我知道聖哥你很會吃 以後多多自教 不要這樣說 看你的樣子都是老司機 不過我們食通街每逢有新的美女主持 加入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會帶你到處去 不過你知道像我一樣 在守緊 新加坡就不帶你去 帶你去吃新加坡東西 非常好 我很喜歡吃新加坡東西 這間店鋪 逢人去到新加坡都要打卡 那一定要過來打卡 當然 這個新加坡品牌已經有超過70年的歷史 由一個小販檔擱展至現在這個規模 在全球有過百間的分店 現在終於開到澳門了 事不宜遲 立刻坐定定等開餐 Samvamba 其實你喜歡吃哪一類型的菜式 我想先喝茶 竟然是喝茶 中國人的習俗都喜歡喝茶 不過我們現在要介紹這個茶 都是很多港澳人士都喜歡喝的 就是奶茶 不過它是屬於拉茶的一部分 試一下吧 為什麼拉茶 首先它跟煲出來的茶膽 我覺得自己是會滑一點點的 而且當它拉過之後 你不發覺它出來 是不會有很粗的口感 它很香茶味 聞到很香茶味 沒錯 還有這個拉茶 都會重甜一點 你會發覺嗎 我覺得甜一點 但它反而帶到茶味 沒錯 因為我知道它是用煉奶蔥 但其實用淡奶蔥 反而調不到茶味 我們不如試一下那些東西 其實這間店舖 在全球來說有過百間分店 所以來到澳門 就一定要過來吃 尤其是他們的芥庵多 就真的不如知出名 你想吃哪個 當然先吃最出名的招牌 芥庵多士 好 你看看這裡 它多夾兩塊牛油給你 真是 要給觀眾看 其實我們經常出來介紹一些美食 最重要的是我們介紹的時候 是怎樣的樣子 遊客或市民過來 都是這樣的樣子 那就真是同手無欺 當然啦 你看這塊牛油真的很足料 整塊給你夾 甜不甜的 而且它的麵包 我覺得比較特別 我們平常吃的多士 都是用白麵包 它不是的 因為我裝過 它有些啡啡式的啡包 所以味道又不同 好像說 很特製的感覺 跟普通的茶餐廳 口感不一樣 而且吃下去 我覺得是牛油燻的話 一定喜歡吃 哇 飆了出來 而且它很脆口 就算放了五分鐘 七分鐘 它還是很脆的 聽說好像有幾個吃法 你說很多種吃法 讓我再提醒你一件事 這個就是半熟蛋 其實我們說好 很少吃到這一種 它多數都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才會流行這一種吃法 吃半熟蛋 一定要加醬油 千萬不要嚴少 這些不好吃 哇 真是像我 夠鹹 還未止 還未止 再加上胡椒粉 嘩 嘩 是怎樣吃的呢 就是蘸你的麵包吃的 即是就這樣蘸下去 吞爛它 你可以的 你可以 隨你吞也行 不吞也行 即是個人口味 即是 你說打火鍋吃生雞蛋 這樣也試過 我非常認同你說 我又試一下 加醬油的感覺 因為我剛剛自己也挺害怕 因為加了多少醬油 但是反而不會 因為雞蛋 它沒有什麼用 或其他的材料 去做 或者有什麼味道 它就是很普通的做法 但它出來的手工 很漂亮 一蘸下去 加上少許胡椒粉 調出味道 除了我們剛才吃的 加醬油油吐司 除了我們剛才吃的 我看到它在你前面 也有好像我們經常吃的 西多的食物 我告訴你 介紹一下 這是新加坡的法式吐司 其實它的做法 好像港澳一樣 都是喝的膽漿 然後煎 但它最重點 最特別的東西 就是醬 是嗎 醬呢 你猜是什麼醬 我要看它的名字 千萬不要以為是斑蘭醬 它其實是鑑硬醬 你試試法式多士 蘸這個鑑硬醬 我們不如一起試試 我比較貪心 蘸多點醬油 當然要 我也很貪心 它跟剛才吃的味道 它跟口感都好像不一樣 這個可能適合牛油 如果喜歡吃一些比較重口味 我覺得適合大家 但如果你說內斂一點 吃這個可以 它真的不怕太甜 還有它的鑑硬醬 新加坡的鑑硬醬 它的甜味 反而沒有其他國家那麼甜 有很多都是甜到 一吃下去 口味就會變 沒錯 這個可以 而且它很香 有椰汁味 你有沒有聞到 所以說 原來麵包 都有很多種做法 如果各位都說 真的可能會有少許熱氣 或者可能老人家 未必吃那麼多煎 烤 這個真的適合你 你熱氣 吃蒸包 沒錯 家藝牛油蒸麵包 好像這個蒸包 雖然簡簡單單 但我知道很多新加坡人 早餐都要吃它 其實這個蒸包是後期發展出來的 適合不喜歡吃脆 或者有少許人 早上起床喜歡吃軟的麵包 它吃起來都很軟熟 我自己覺得 它有少許像中式的流沙包 不過當然味道不一樣 而且咬下去也有少許流沙的感覺 那一刻才是難得 當然來到這間店 除了是家藝比較出名之外 我知道其他食物都比較南洋風味 亦都很受市民或旅客歡迎 包括我前面的飯 這個飯就不是簡單 就這樣說 喂 是不是四寶飯 不是 這個叫做特製的椰漿飯 這個我們覺得 你不如先試試吃白飯 吃白飯有甚麼好吃 喂 你沒有聽說的嗎 椰漿飯 有甚麼特別 先試試飯 那你才能吃到椰漿的香味 對嗎 你覺得好像 我們經常去東南亞國家 例如海南雞飯 那些飯都是很香的 它真的很香椰漿味 對 所以平時我們一看到這些 尤其是小朋友 一刀就刀破蛋 然後拌勻它 不是 先試試飯 然後再拌勻它 它有點像芒果糯米飯 是的 那個飯 但它不是黏牙那種 它是平時我們吃的飯的味道 但只不過有椰汁味 你吃甚麼辣的 當然吃得辣 那你試試 因為時溫這個醬 就叫做森巴醬 看看會否有另一個感覺 有一點辣的味道 很鹹鹹香香 沒錯 因為它有一點蝦醬 蝦膏 也有香香味 也有辣椒和蒜頭 這個雙巴飯也很好吃 對 很多人買一些芥末醬 雙巴醬 是當一個手信 在新加坡帶回去其他國家 真的很香 這個 有蔥蒜味 有幾個味道 你吃的那種 我當然就是試試麵 這個也是新加坡特色 南洋咖哩麵 還有咖哩雞 其實我一直聞到都聞到很香的咖哩味 沒錯 我覺得澳門有很多美食 當你吃完之後 不單只可以這套那麼簡單 還可以讓你完成了一個短期快速的旅行 看不到樣子 也是的 因為我知道它所有原材料都是全世界同一個廠裡拿貨 是九成相似 其實九成相似我已經覺得很幸福 可以在澳門吃到新加坡的味道 算是這樣的 你想想 乘搭飛機 除了要時間之外 錢 那方面 對 還要身心露雷 適合我們這些沒有錢的人 對 那來這裡 放走了一趟新加坡 吃完之後 我自己覺得 如果可以拿回幾盒的芥仔醬 或者適合的森巴醬 再給朋友 完美 完全是感覺出國 由於地理位置關係 這方面也曾經受過英國殖民統治 加上後來的中國、印度 及其他亞洲族裔 與當地原居民馬拉人的互相影響 形成了一個兼容並促 東西文化交融的多種族社會 而這種地區特色 也反映在飲食方面 當地的熟食中心 更加是飲食文化融勞的一個體現 熟食中心裡包羅萬有 例如是勒沙、沙爹、 炒果雕等等文化交匯之後 衍生出來的新加坡特色食物 都是旅客必食之選 今天很久不見 阿楊 又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